2021首届造商大会继民营企业投资创业大会 10月23日下午在福建省赵安县举行 海内外赵安相闲齐聚 共商共建新兴公贸港口城市 共谋赵安发展大计 赵安地处福建最南端 素有福建南大门之称 是著名的桥乡和重要的台胞祖基地 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产业极具优势及营商环境优势 旅居海外的赵吉华侨华人有22万人 赵吉台胞及后裔有37个姓氏 100多万宗卿 当天活动现场 专家学者们围绕国内经济形势 与赵安新兴公贸城市布局 产业趋势与赵安大跨越 解读赵安 投资赵安等主题 展开主旨演讲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 赵安地处米越交界处 位于厦门经济特区与汕头经济特区之间 对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 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建设新兴公贸港口城市正当时 港口那么新建起来以后 那么才能够引进一些大工业 因为大工业需要一个大运输 第二步等到呢 等到这个产业发展到以后 然后再从遗产带港 它是这样一个 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格调 那就是港口做起来以后 那么发挥一种呢 叫做筑巢引风的作用 开展这种民营经济的创新创业大会 让大家感受到 体会到赵安的这些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发展的机会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不断的升级 那么赵安包括青梅在内的有广大的水产品 特别是包括牡丽产业 赵安的牡丽产业本身就具备一个 具备打造白衣产业集成的基础 但如何让这样的一些产业基础呢 在产业升级改造过程中的一些机会 让更多外地的客商了解 并吸引他们过来 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让大家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经过前期紧密对接洽谈 大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20个 计划总投资198.5亿元人民币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大会 购注优质投资平台 邀请在外乡闲和广大客商 来照考察访问 投资新业 全力推进赵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仅对赵商回归信落户企业 及投资购还信贷的补贴优惠 还将帮助妥善姐姐回归赵商 及其直系亲属的入户 社保 医保 教育等社会服务需求 帮助办理海外回归造商的签证 居留等相关手续 冲锋发挥相闲 引资引资作用 为赵安产业发展 汇集新动力 一地造商可以为政府的造商引资 发挥积极的作用 通过一地造商可以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 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合作 把大田市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优质的项目 通过会员企业和造商引资的方式 带回家乡 助力家乡的经济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